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觉得笑不出来了呢 而这次去长版妈 感觉又是要拉她出来好好欺负一遍了 嗯 你们问我为什么特别同情依依依依依 那当然是因为她很模很可怜啊 才不是因为她也是进发双马为什么的原因呢 说起一张铁侠 大家的脑海中首先会出现到 肯定是小萝卜特唐利的脸吗 而正如当年洛基的主演一开始也像眼雷神一样 如果漫威之前选择了汤姆克鲁斯来演钢铁侠的话 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最近有一段可能是利用了AI换脸技术的视频 就让大家过了一把阿汤哥版的钢铁侠的赢 在视频中 阿汤哥版的钢铁侠 重现了电影中的各种经典镜头 让无数汤民们直呼 毫无违和感 嗯 不过说实在的 看到阿汤哥版的钢铁侠的各种表演 总觉得会让人忍不住想说 你好骚啊 还有小伙伴指出 要是阿汤哥演钢铁侠 和美队陪在一起 就是好来无几的小鲜肉 那么问题来了 有阿汤哥的话 美队还能保住自己的美国翘腿上了吗 不论是正常完结还是半路腰斩 十几十零在持续了多年后 似乎也是给了大家一个结局 最近有关的漫画画面流出显示 25岁的惠里奈跑到姓平店里 似乎开始表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感情 好吧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有各种问题了 一 这边的惠惠怎么输的 二 他们都还单身吗 毕竟都还说五岁了 三 之前明明就没有怎么表现出情感的变化 怎么忽然惠里奈就回来找姓平了 四 惠里奈怎么剪了头发了 五 他们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 六 之后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 七 嗯 大家已经不想再细想下去了 其实嘛 大家应该还是蛮期待之后 如果能有点不光是做饭的情节展开的吧 毕竟左播军的老板 对于很多看了好多好多好多年诺漫的摘 或者说好久好久好久以前 就已经开始看蒙气媚喜后功夫的宅来说 公主妹妹肯定是一部深藏在记忆里的作品 从游戏到动画 曾经的这一达妹妹 可以说是难过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妹妹的性格属性 所以拉了一大堆普通人进了宅圈 毕竟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 这里都有为你量身定制的妹妹嘛 而今年作为妹妹公主企划的二十周年 官方似乎也打算要搞点事情 开始弄起了新的企划 剑中用的就是当初人气极高的可怜 不知道新品状的老九会不会继续对档现在的蒙气吗 不过仔细想想啊 二十年前十几岁的他们 现在的十几年龄应该是三十五岁左右吧 然后 好吧好吧 我做了我做了 二纪元的年龄不能这么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在一望无际的沙雕群的蓝海里 你静静的潜着水 看着群友们嘻嘻哈哈的丢出一张张 莫漂亮或有趣的图片 就像潭山胡椒的美景一样快乐 忽然 有一位群友丢出了一张 让你一看就心动不已的动画图片 但是上面并没有标注 这到底是什么动画 于是你急忙不出水面 问了一句 嘿各位大佬好 请问这个是什么动画 沙雕群友们沉默了 一个个围绕着你细细的看了一圈 然后纷纷开心的表示 这部动画将世界第一出现可好看了 于是你谢过众人后又潜了下去 开始去找这部世界第一出另看 你愤怒的就像是一整晚下了葫芦娃的暴躁老哥 但本招来也来了下以下的精神 慢慢看下去以后 你就惊奇的发现 上天给你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好了最近呢就是这扇新世界的大门 又开启了新篇章 叫求婚篇 新动画已经制作决定 主视觉图也已经公开 喜欢的人可以开始行动了 好了那本期的诚意资讯差不多就是这些 喜欢节目的小伙伴还望给点支撑 另外现在同仁图全量还不多 能画画的小伙伴继续来投稿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